好 这边来看一下 机器对着WPG的第二局下半场 这把的话 爱丽抓个三都没有用 抓个三跟平局 是一样的 不对 他只有四抓 除了四抓 都没用 对吧 我今天这脑子不够用了 我都想不清楚了 对 他除了四抓都没有用 要么四要么其他 要么四要么其他 就没有任何的区别 一伙没中 这边打前锋拉球 前锋这波球交的 刚刚好很精妙 草哥前期开局 抓前锋闷薄命 如果真的能抓到这个 我才嘞 草哥这手前锋 有没有一刀的机会 没有反手 帅 这 就是一个 传奇前锋吗 草哥这把的前锋 草哥一直以来 都是一个 顶前锋的位 所以说他这把的前锋 是让我们看到了 前锋在牵制爱哭鬼的时候 做的一个教科书籍的反应 穷者只要跑一个就行了 跑一个就行了 他们只要能完成跑一个 他们是一个大分 大平 小分 翻盘的一个局面 就是对于穷者来讲 跑一个跟跑四个 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 所以这把的话 我都觉得这个前锋 倒在这个目的里面 穷者 可能就是压一手 然后不一定会选择救的 因为救了你有可能出现什么呢 一火一刀双刀 不能挂地压师 不能挂地压师 挂地压师 没有用 挂地压师一点用都没有 你不挂地压师 他们都不来救 你挂地压师反 怎么的 你觉得挂地压师祭司会来救 不可能吧 等会祭司来了 不能吧 祭司 下个 要来救一波 看机子 主要看机子 因为他们没有博命 就 这波救不是特别有盼头 去判一个四人开门战 这里 虾哥 只要不过来 只要不露头 因为他过来了 有可能被秒 你只要不过来 他把我离得远远的 然后这边卡着 对 你过来 我打洞过去 就可以了 对 就这样子 他只要不要硬头逼过来 我就站在那边不动 动都不要打 你露头 我这边打动过来 你不露头 我不动 又压着你 为我两位队友 去争取休机的时间就可以了 我就这样死死压着你 然后虾哥这边牵制就可以了 还是前锋前期做的太好了 当然因为必须要四抓 所以说当时我觉得 爱丽其实 知道这种打破轮会更好一点 但爱哭鬼也有四抓命 他可能是熟练度上面 会更加的觉得 因为他的天赋带的其实很极端 他带的是张狂吗 他相信自己的一个爱哭鬼前击的一个节奏 然后滚雪球滚出一个死来 拉火 中 漂亮 哇塞 这个秒倒来的稍微晚了一点呀 这个秒倒来的稍微晚了一点 打的脸皮再厚一点呢 可以再不救 但是因为空军的机子修完以后 他可以过来交枪救人的 所以说倒是 应该会救 因为空军手里有个飞轮嘛 并不是特别怕你的火 富兰 出失误 被爱丽一火一刀秒了 就算一火一刀秒了 我觉得也不一定说一定死啊 这边的话 祭司先补一个洞 空军这边的话 应该是正面给压力了 空军应该是慢慢往前顶了 要给压力了 机子已经到50%了 绕过来 因为这空军有飞轮呢 如果没飞轮的话 我觉得拉个火拉中 然后躲枪交闪现 把这空军秒了 可能还行 走大空 哎 躲在树后面 哎 你枪交不出来 哎 你枪枪枪枪 我擦擦擦擦 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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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救了 不救了不救了 两人开门战 反正你张狂 我就不交枪 闪现一刀 密码机 能不能亮 差不多 刚刚好亮 亮了以后 交枪 拉开 祭司兵是有洞的 所以说进门 其实很快 要先击倒这个空军 挂上再赶过去 哎呦 真的爱力 真爱哭鬼 节奏就 起晚了一点点啊 还有个飞轮呢 还有个飞轮呢 这边飞轮进板了 飞轮进板 好 板子拍掉 游戏结束 跑一个三抓 多好的一把爱哭鬼啊 中间节奏打的真的是 我觉得已经 神仙级别的爱哭鬼了吧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